刘仲敬访谈第259集 普里戈金之死 2023年8月28日 今天想向阿姨请教两个问题 首先是本周的国际大事 也就是瓦格纳的头目普里戈金 Evgeny Prickerson死于一场空难 当然这个事件呢 让我们不由地想起林彪林副主席的913事件 尽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但毫无疑问 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跟普京 普遍被认为是最大的嫌疑人 当然这也开启了用刺杀的方式 来解决俄罗斯政争的恶力 未来普京似乎就不可能再用任何绥靖的方式 来处理接下来一些军阀混战的情况 对于瓦格纳的军团呢 还有俄罗斯当局的后续行动呢 想听听看阿姨您的看法 除此之外 还想请教阿姨对于匪区当前经济的见解 自从去年习近平他放弃了清零政策之后 他的作为就有点让我们看不懂 对于匪区目前青年的高失业率 以及房地产危机的全面爆发 比较合理的做法呢 应该是立即要加速推行劳动军制度 或者是让青年去上山下乡 但是习近平似乎既没有能力 采取上述这些强力的手段 那他呢 也不想推出任何挽救经济危机的政策 而是继续慢悠悠的在整肃军队 武警公安这些部门 最近还有医疗单位 那对于改革开放集团 想重新振作外商投资信心的一些经济措施 他采取的反制的手段 似乎就是借着日本这次排放核废水的事件 继续大肆地炒作 台日排外仇日这种情节 想请教阿姨 那按照习近平这种躺平的备战速度 他还能够在张献中进程 改革开放经济崩溃之前 完成太平洋战争的准备吗 由普京搞的暗杀行动 是克格勃晚期的类似行动的一个直接延续 苏联晚期就经常是这样 在德国或者是英国刺杀海外流亡组织 或者是本国的属于苏联系统 自己内部的叛逃人员 比如说在德国刺杀乌克兰人民劳动联盟的一个高级官员 还有苏联系统的其他情报组织 比如说保加利亚的情报组织 在伦敦刺杀流亡知识分子 但是这些人他们自身的势力都是不太大的 他们都不是军阀 在普京重建俄罗斯帝国以后 从新俄罗斯流亡的一些人 包括一些流亡的反对党领袖 也被认为实际上是普京派人刺杀的 同样的做法也建于乌克兰 比如说2004年的七欧派的候选人 游先科Viktor Yushenko 就被认为是被他的政敌 用科哥博士的手段下了毒 所以因此毁了容 当然这些事情都只是猜疑 从来没有拿到实证 但是也像瓦格纳事件一样 大家都认为是属于苏联系情报系统 一脉相传的做法 但是这些人也不是军阀 普里戈金是军阀 他是用这种手段处理军阀问题的第一个先例 从机构西洛维基 塞拉维克的惯性来讲 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注意 使用这暗杀手段的 其实也包括乌克兰人 像杜金娜 Daria Dagaina 就是国师杜金的女儿 前一阵子被暗杀 后来乌克兰人自己就承认 是他们干的 杜金虽然也认识一些极右派团体 和他们的准军事组织 但自己毕竟还是个知识分子 所以对于孤立的个人 或者是没有武装的团体的话 这种做法可以起到一定的打击效果 而后者就不会有什么后续了 但对于军阀来说 是另外一回事 后续要看军阀系统自身的结构问题 当时普里戈金 从图拉撤退 撤退到白罗斯 卢卡申科 等于是被大家推举出来 充当缓冲作用的 白罗斯在苏联解体20年以来 像是2014年前的乌克兰一样 基本上是放弃了自己的五倍 只有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帝国遗产 必须重整军备 对于其他各共和国来讲的话 重整军备开支是非常巨大的 他们是承受不起的 白罗斯的军事设施 基本上已经废弃 自身没有什么战斗力 他只能把自己的国土 提供给俄罗斯使用 而理论上存在的白罗斯士兵 实际上正常的作用 只能用来像乌兹别克一样 只能用来摘土豆 在乌兹别克就是去摘棉花 在白罗斯去摘土豆 常年没有战斗力 武器装备也没有更新 现在的军队武器装备 三五年不更新 基本上就完全丧失战斗力 所以白罗斯军队实际上 并不处在可以作战的状态 他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 把他的国土 当作侯警普里哥金的防区 就是摆明要让他背锅 同时 协议中间有很多事情 都没有安排好 军阀最重要的是响员和兵员 普里哥金 他的兵员像亚素营一样 他是全球招兵的 他们起家 都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江湖人企业家 因为列宁党体制 其实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 要搞市场经济 他们本身需要有一些会做生意的代理人 但是社会上在当时 比如说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苏联 还在社会上搞经济活动 有一定经验的人 都是至少会被判成是投机倒把罪 从技术上讲是违法的 所以有很多人 也真的在某一个时刻 搞黑式活动 或者是搞江湖斗殴活动之类的 曾经进去过 所以这些第一批企业家 都像牛爷爷一样 出身是不大干净的 像普里哥金一样 往往是有暗底在那里的 有暗底反而更好 没有暗底身家清白 那你可以做公务员 或者到国有企业去 这就是当时意义的正途出身 大多数人都想会一个铁饭碗 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过着一杯茶混半天日子 那种幸福生活 但是你如果有了一个 比如说劳改的暗底 哪怕你是干部子弟出身 在生活中就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两个人同样都是干部子弟出身 学历不算好 因为共产党的干部 往往是无产阶级干部 家庭气氛是不太好的 所以往往不像是78年以后 能够掌握高学历 进入改革开放干部的 往往是旧资产阶级 但是这没有关系 只要父辈还在当干部 学历差一点 也可以直接安排进去 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跟别人打架了 闹出事情 像80年代初 什么朱德的孙子犯了强奸案罪 没有办法 遮掩不住 只有让他去劳改 另一个人 就被直接送进了机关 20年以后 那个进机关的人 自己也已经当上大干部了 而那个劳改的人 8年以后出来 没有任何机关能要他 虽然他爸爸是干部有关系 但是也只能是让他少坐点牢 坐牢的时候日子好过点 出来以后带着个明晃晃的案底 只要案底不撤销的话 你进不了机关 再上你年龄已经大了 也不好进机关了 他就只有去做江湖人了 他进过案底 有一个优势 就是什么来着 我哪怕是卖西瓜 我给诸位大爷大人鞠一个躬 说我今天占一个厂子 同时拿出一把西瓜刀来 大家都知道 坐过第一次牢的人 不害怕二进宫 从来没有坐过牢的人 那你一进宫 给自己留一个案底 你损失太大了 大学也不好上 公务员也不好考 什么都不好 怎么搞 但是已经进国了 做一次或者做两次牢的话 差别不大的 他随时都可以做第二次牢 就是说 如果你跟他打架的话 你一跟他打架的话 两个人都算打架都欧的话 你太吃亏了 他却不吃亏 所以 你不敢跟他打 而且他在坐牢的时候 跟同牢的大哥之类的 学习了一些江湖经验 你不一定打得过他 所以 别人都害怕他 拿着西瓜刀跟你拼命 他哪怕是卖西瓜 他一战了场子 别人都不敢跟他争 于是 他就歪打正着 变成了一个80年代的新兴企业家 他卖西瓜 或者干什么 就跟江湖兄弟一起发了财 然后到90年代 他就可能是一个政权 需要统战的企业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不能入党呢 在80年代以前 是不能入党的 包括在赵紫阳 胡耀邦时代都是 企业家是不能入党的 但是90年代以后 江泽民跟王沪宁 特别搞出一套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一出来 企业家也是先进生产力 所以你看 就是80年代以前的做法是 前朝资产阶级是不能入党的 邓小平和胡耀邦改革了一下 于是前朝资产阶级就纷纷入党了 所以他们拥护胡耀邦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以后他们就可以做官了 但是资本家还是不能 江泽民一改以后 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 大量的没有案底的资本家 都可以入党了 但是我想 尤业业也没有入党 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有案底的 普利戈金这一类人物 他们不能入党 也是因为他是有案底的 有一部分企业家背景干净的 在江泽民时代就入党了 以后飞黄腾达不成问题的 但是还有不能入党的那一部分 但他同时也是重要企业家 能够给国家提供很多税收 还能解决当地很多就业问题 而且他跟当地官场 也肯定是塞了不少钱 大家一起发财 发得很愉快 这种人怎么办呢 只能当统战对象 不能入党 就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官 组织部不能给你地位 但是你当政协委员没有问题 政协委员本来就是统战性质的东西 前朝资产阶级 如果不公开发动叛乱的话 那你当一当政协委员 就像进博学红词科一样 那是没有问题 你就当政协委员好了 于是这种人就可以让政协委员做统战对象 属于这一系列的企业家是相当多的 体制内的机关干部没有这些企业来跟他们合作 第一是他们私人没有办法发财 大家都想占点便宜对不对 第二是GDP搞不上去 依靠机关的人自己出来办 办出来的东西跟国有企业差不多 是赔本生一营布勒利 你还得依靠哪怕是江湖人出身的企业家 当然这样的企业家慢慢的就会成长为寡头 在苏联倒台以后 或者在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倒台 但是执行全面的私有化 所谓的引进现代企业制度 过去在八十年代被当成优秀的铁饭碗 瞧不起江湖人的那些国有企业职工纷纷下党 而那些江湖人出身的企业家却发了财 又收买了一些国有企业的旧厂房设备之类的 他们发得起高工资 而国有企业的人却在喝溪北风 于是就有的阶级制度就颠倒过来 像亚素营他们那个集团的科罗莫伊斯基 Egor Kolomoisky那些老板 自己就是这样的江湖人出身 普里哥金也是这样的江湖人出身 江湖人企业家是共产党系统搞改革开放 搞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产生的一个副作用 是非常突变的现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们多半是有案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多半是有一点武力的 因为你干的是投机倒把活动 理论上是犯法的 尽管公安不一定会来管你 至少在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时期 公安也是选择性执法 或者是大面积的不管了 但是你得到的东西不是合法财产 不是国家发给你的工资和奖金 是你自己投机倒把搞出来的灰色收入 别人是可以抢你的 抢了你你也不敢报案 所以别人来抢你的时候 你只能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小弟跟他斗殴 所以你就变成了新时代的皇朝和张世成 黄朝和张世成犯私言 他发的才比太守刺史还要多 但是太守刺史如果被人抢了 官兵要去抓他的 你怎么敢抢朝廷命官 张世成你一个私言贩子 你被人黑吃黑了 你敢去报官吗 报官以后 衙门说 哈哈我们正在抓私言贩子 让我们到江湖上去抓我们很累的 还是在衙门里喝茶舒服 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 我们不抓你 抓谁啊 所以你不能这么做 有人抢了你 你只有带自己的小弟去跟他拼命 所以你必须有小弟可以跟他们对打 你们对打的结果 在官府看来 在衙门看来 这不就是黑社会的胡偶吗 我们有的时候懒得管你 你们挨砸砸地 有的时候像秦叔宝成咬金一样 秦叔宝你去 把那些乱打架的成咬金给我抓起来 算你一个证据 如果不抓起来的话 我们把你也当做黑社会的保护伞 把你也给清了 所以他们都有一点非法的灰色武装 来保护他们的在市场经济灰色地带的收入 这些灰色武装就是军阀部队的雏形 最后等到苏联解体以后的新时代 中国这个新时代还没有来 所以军阀始终无法做大 但是其实苗子也是有一点的 在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面 这个一下就做大了 我的企业很发财 而且利用全球化的时期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欢迎 能够进入西方自由市场 像中国一样 比较有眼光有能力的企业家 像普里戈金这种人 他的生意范围就可以扩展到全球 欧洲市场质量标准高 我不一定打得进去 但是非洲市场 非洲人很穷 我打进去没有问题 同时我还有建立军阀的能力 我建成了军阀 我惊讶地发现 比非洲国家的国军战斗力还强 虽然在我这里 最初只是一帮打架的小流氓 但是到了非洲 你看他们的国军 也就这两下子 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我去参加他们的军阀混战 他们还得给我钱 同时我到他们那里开矿 没人保护是不行的 没人保护 不知道哪一些部落和军阀来抢我们 这个嘛我在难忘的1989年 已经见多了 我们这儿的黑帮经济也是这样的 不要紧 我带着我的小弟 去保护我们的金矿 保护我们的钻石矿 OK 这样一来 普里戈金就产生出来了 全球招兵 到了非洲 我就不一定非要招我在圣彼得堡 带来的兄弟了 就地招兵 本地谁能打我就把他招进来 用人为财 反正我们像海盗团伙一样 五湖四海嘛 而我们又不是官兵 只能招本国人 只能招出身清白的人 正审合格什么什么的 我们只要能打 跟着大哥混 随时随地都可以招兵 所以在波兰也招兵 在俄罗斯也招兵 在全世界各地都招兵 亚素营也是这个样子 最后名声大了 势力大了以后 在全球招兵 除了乌克兰本地原有的金柱以外 在欧洲也有新的金柱 所以在最近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前 像日本公安厅这样的单位 是把亚素营当准恐怖分子来监视的 因为他的筹款招兵的模式 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化模式 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巴格大大的伊斯兰国的模式 伊斯兰国跟塔利班是不一样的 塔利班是土鳖军阀 立足于坎大哈本地的伊斯兰教阿轰和部落长老 这些人被其他系列的军阀欺负了 需要有人替他出头 塔利班就出来出头了 他的坎大哈色彩一直是非常浓厚的 是一个离土不离乡的军阀 而伊斯兰国就像我刚才描绘的那样 全球招兵全球筹款 欧洲和中东都有人给他筹款 从英国和荷兰来的地地道道的白人 变成了伊斯兰国的战士 阿富汗人呢 阿富汗的土边军阀一般来说 是很在乎部落的呈现的 塔吉克人的部落跟土石图人的部落 向来是互不信任的 虽然大家都是阿富汗人 苏联入侵 导致沙特阿拉伯 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援助 结果带了一波所谓的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来 包括我们敬爱的本拉登在那里 他们虽然同是穆斯林 跟本地的阿富汗酋长和阿富汗长老 伊斯兰教长老是一直都不合的 而八个大大招兵就更广泛了 叙利亚人 英国人和德国人并肩作战 像阿富汗人这样的土鳖军阀 看他们一定是很不顺眼的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现象 你在欧洲和美国筹到的钱 保证比乌克兰和叙利亚 更不要说阿富汗筹到的钱多 而且还可以弄到一些专业技术人员 只有在世界中心才弄得到的 你就像是1920年的共产国际一样 主力是德国人和波兰人 俄罗斯的本身 看上去都像是德国人和高加索人和犹太人的殖民地 叙利亚的伊斯兰国 看上去也像是全世界五湖四海干部 在黎凡特建立的一个殖民地 本地干部没什么地位的 当然在这期间 普里哥金并没有放弃 这时 我刚才讲的是全球化军事集团的普遍现象 这样的全球化的军事集团现在已经有很多 在将来肯定会 在欧美它还不大好施展 因为欧美的国家力量毕竟是很强的 开始的时候 伊斯兰国开始在巴黎搞恐怖袭击时候 是因为它搞的是新模式 情报单位没怎么注意 搞了一次以后 别人提高警惕以后 它再搞就很困难了 但是如果要到莫桑比克和其他地方去搞 当地的国军根本顶不住 所以就像共产国际向中华民国流动一样 伊斯兰国也向第三世界流动 全球化的军事集团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向乌克兰战场 向高加索战场流动 全世界的全球化准军事集团 都按照这个模式正在流动当中 但是普里哥金跟其他的全球化准军事集团相比 也有他自己的特点 他是圣彼得堡人 跟普京是同乡 他在俄罗斯本地也有很多生意 他搞瓦格纳 最初的时候 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的军事集团 跟罗戈金 Dmitry Vagosin 罗戈金曾经一度当过俄罗斯副总理 也是俄罗斯的大俄罗斯主义者 跟斯特列科夫和普里哥金一样 但斯特列科夫是出身克格勃的军官 这个跟普里哥金这种江湖人 出身是不一样的 所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掩饰不了阶级出身的不一致性 造成的冲突 普里哥金跟官方合作 官方他说 普京是西沙皇 能够维护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帝国的利益 如果让民主派上 或者让自由派的寡头上 那我们俄罗斯帝国就要解体 变成西方的傀儡 所以我们支持普京 普京也投套暴力 你在国内支持我 在非洲支持我 当然不是让你白干的 我的寡头经济就是给你好处的 比如说你不是有些企业 是做餐饮业的吗 对了 别人说普里哥金是厨子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他不是厨子 他是经营餐饮业的企业家 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 他手下有很多企业 其中有些企业 是在俄罗斯经营餐饮业的 我让少医 鼓给你一些合同 来筹报你的忠心 我有两个大合同可以给你 第一是俄罗斯军队 百万人的俄罗斯军队吃起饭 来这可是一笔大钱 军人吃饭吗 只要质量合格 谁家做的饭不是饭呢 我给你而不给别人 就是我给你的恩惠 如果我跟你关系不好的话 我可以给别人 你也说不出话来 你也不能说 别人的饭质量一定比你差 我就是不给他就是给你 就是我们哥俩好 我看你顺眼 你也看我顺眼 第二就是学校 教育部和国防部的合同给了你 普利哥金陡然发了大财 当然 他对普京也是忠心耿耿 一直到乌克兰战争爆发 少医古是叶利钦时代的遗产 叶利钦是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作的 改革开放干部出身 他在当地的改革开放干部当中 当然是有同盟者 包括其中有一个同盟者 就是少医古他爸爸 后来叶利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末期 自己脱离了苏共 建立民主派政党 后来当上总统 改革开放时期跟他好的那拨人 包括少医古他爸爸 也就跟着潘龙副凤 从西伯利亚来到了莫斯科 少医古是前朝已老 在叶利钦集团中间论资排辈 他的资格比普京同学还要老 他跟普京的关系就是 蒋介石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司法院院长居正是什么人 是孙中山的老干部 他跟着孙中山在山东搞革命的时候 蒋介石还是他的下级呢 普京还是少医古他爸爸的下级呢 所以这样的元老地位 蒋介石也不敢动他 必须得给他一些酬劳 他在普京集团当中 也是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 他看普里哥金 这样的江湖人 十分不顺眼 好几次就想把他的合同取消掉 但是因为普京宠爱普里哥金的缘故 一直没能取消成 但是普里哥金也不是不知道 少医古想要暗算他 让他赚不成钱 他赚到了钱就用来养兵 养了兵 有一部分业务 也是用来替普京在乌克兰打仗的 然后到了2022年 俄罗斯本来想要速战速决 一下子解决乌克兰 但是显然速不起来 现在冰原很紧张 而普京的政策是 或者说 普京跟俄罗斯人民 以及自由派寡头 基本上控制了经济发展部门 是盖达尔总理和亚新 Yampani Yassin 搞500天计划 那个激进自由派的经济专家集团 哪怕在2014年 俄罗斯遭到局部制裁以后 始终是在俄罗斯主持市场经济的主力 他们在中国有一个对应物 但是中国的类似集团在政府中的地位 始终没有那么高 没有能够当上总理 像纳比乌林娜 Elvera Nebelina 那样的中央银行行长 经济部部长这样的 经济部部长 一直是由激进自由派人当的 普京跟这些人 一直是有默契的 他是要恢复俄罗斯帝国 不是要恢复苏联 他跟其他的俄罗斯小干部一样 都深受苏联时期 缺乏市场经济 物资匮乏之苦 大干部有外国进口的高档配器食品 但是人民当然没有 小干部也很难捞得到 所以普京到了德国 千辛万苦搬运了一个 已经用了十年的洗衣机 回圣彼得堡 因为他在圣彼得堡 他们夫妇过了多年的日子 买一个洗衣机 买一个白色家电 实在是太困难了 哪怕是坦桑尼亚人到商店里 买一个日本产的 或者是土耳其产的白色家电 多么容易 但是苏联就算是像普京这样的 自己是干部的人 你买一个欧洲的家电 非常难 好不容易到德国当差了 那就像是八十年代的干部 我终于到深圳当差了 可以买个香港货那样 千辛万苦搬运了一个 夫妻两个搬运了一个 二手的洗衣机回来 然后 后来的俄罗斯军队 那些来自西伯利亚 蒙古的俄罗斯军队 到了乌克兰 哇塞 那就像是1918年的德国军队 过了马恩河一样 有奶面包遍地流啊 德国人已经在计划经济之下 过了一个无精之冬 什么叫做无精之冬呀 土豆都没得吃 土豆都要吃代食品 腊肠更是没有了 腊肠都是用豌豆粉做的 然后打到了法国后方 哇塞 法国人过的日子真好啊 像圣经上说的那样 牛奶与蜜之地 牛奶蜂蜜到处流 法国的面包 居然是敞开供应的 虽然英法也有自己的计划经济 但是因为海运 掌握在英国海军的手里面 还有美国人慷慨大方地 拿出船队来给他运粮 他们一直没有像德国人那样 饿到连配及土豆都吃不起 油脂都要吃代食品的程度 面包敞开供应 法国农场主跑了 德国兵进了他们家就发现 到处都是面包和牛奶啊 就算是殖民地产品 比如说糖 两起超到了欧洲 最惊讶的就是发现 他在上海随便可以吃糖 但是英国的糖居然是管制的 为什么呀 糖是热带产品 亚买加夏威夷这些地方来的产品 用船运来的 德国搞无限制潜艇战 我们盟军的船很宝贵 要跟德国人打仗 同时还要运美国的汽油 和其他重要的战略紧俏物资 糖骂吃不吃都无所谓的 我们哪有那么多船给你运糖 管制掉管制掉 但是面包还真是不缺 吃饱饭没有问题 不用说是吃土豆都要配及 德国兵立刻就 鲁登道夫 本来让他的最后一击 在美国大军赶到以前打进巴黎 但是刚刚过了马鸩河 德国士兵的士气就崩溃了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德国兵和德国兵 在老家的家人 1916年以后 一直在半鸡不饱地度日子 逢年过节的时候 吃豌豆粉当腊肠 平时的时候 吃无精来代替土豆 狗日的法国人 居然吃得这么好 一天到晚 至少面包和牛奶给你管饱 我们还打什么呀 这样的仗 哪里打得赢 美国人还没有到 我们就已经输了 过了两个月 潘兴将军率领的美国兵到了 德国的军队已经不想打了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普京和新俄罗斯的干部 哪怕希罗维基强力部门的干部 想要重建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俄罗斯 但是他们并不想要像苏联的中下级干部一样 过着洗衣机都买不上的穷日子 谢天谢地 普京当了总统以后 要什么有什么 游艇都有了 更不要说是洗衣机 但是那时候他年纪都已经那么大了 都是中年人了 他不可能忘记他年轻时代做小公务员的时候 买一个洗衣机都要挤破脑袋的痛苦的日子 所以他也是要搞市场经济的 一定要保证超市里面货物充分 因此他不能实施战时体制 像斯特列科夫一天到晚咆哮的那样 总动员战时体制 所有资源派到前线去 像斯大林一样 普京最怕的就是这一条 他跟自由派经济学家 自由派经济学家可以接受普京搞独裁 要不要民主没关系 就像江泽民一样 你独裁没有关系 但是市场经济非搞不可 不搞市场经济 我们发不了财 我们跟你玩命 可以不要民主 可以暗杀民主派的政治家 可以把政权交给西洛维基 但是西洛维基也要市场经济 我们也要市场经济 这一点是普京 西洛维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 以及没什么地位 但是老子到超市去 在苏联的几十年内 买个卫生纸都很困难 现在呢 无论如何 超市里面欧洲或日本或 样样俱全 这就是个无形的社会契约啊 埃及的军政府靠什么维持统治 不是靠民主选举 我们政变人民是不会管的 镇压反对派人民是不会管的 但是如果我们廉价提供给人民的面包 就像维吾尔人的囊那样的面包 我们倒赔钱 从国外从乌克兰购买面粉 做出来供应人民的面包 如果涨了价 人民会找我拼命的 任何政府独裁也行 实行其他政策的任何政府也行 人民都没意见 但是如果人民赖以生存的面包涨了价 人民会跟你没完的 这就是隐性的社会契约 这个社会契约 其实台湾也有 台湾虽然也是四小龙之一 靠的是冷战经济学 但是它跟韩国不一样 台湾的统治者和精英阶级 无论哪个党派上台 有一个默契 就是要维持台湾低廉的物价水平 台湾执行的是低工资 广就业 低物价的政策 台湾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 谋生非常容易 这个跟中国的社会中下层居民谋生 极其困难 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一点你要看 GDP统计数据是不一定看得出来的 比如说跟台湾外省乡下 GDP统计数据差不多的中国地方 比如说深圳的GDP统计数据 比比如说台东那些乡下地方 还要高一些 但是在深圳生活是极其困难的 但在台东的乡下生活 却是极其舒适的 这就是无形的社会契约 台湾如果换一套经济社会政策 实际上是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台湾人的收入 但是可能失业率和物价也会相应的涨起来 台湾人民可能反而无法接受 这些都是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 普京维持统治的隐性社会契约就是什么 我保证精英阶级能够发财 普通人在超市里面能够买到东西 俄罗斯的社会共识是什么 无论从上到下 就是绝不能再过苏联那种苦日子了 买东西一定要什么都能买到 对于人民来讲 随时都可以去超市买到好东西 这是比有没有选举权 能不能选举我自己看着顺眼的总统 能不能自己组织政党更重要的东西 这样的社会契约 其实在中国也是部分存在的 像经历过旧时代 不要说是毛泽东时代 80年代的那些中老年人 看到江泽民时代以后 超市里面随时都能够买到洋货这种情况 那个幸福 还包括 对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在网上 虽然网市哪怕在防火墙设置以后 在网上随时可以下载到欧美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盗版的原版书 在80年代的时候 你在学校里面 哪怕是在学校和研究机关 哪怕是在机关干部 才能看的香港台湾馆之类的书籍 没有特权的人 如果你爸爸不是个有点身份的人 你休想进这样的地方 这样地方只有两种人能进 就是你爸爸本身就是有特殊身份的人 中级以上干部 或者是重要的知识分子那种人 第二种 本身你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 大学生和研究生还不一定够 你至少是必须是博士生或者教授 你才能进去看到香港台湾的违禁书籍 但是现在你屁也不是 闭上眼睛上一上网 用一个法轮功的自由门 咔咔咔咔咔咔咔 一下一大堆 比干了一辈子的老教授 手里面拥有的禁书还要多 这东西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比如说 对于2005年的我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到超市里面 随时能买到香港的产品 对于基本上 所有的沦陷区城市里面的 家庭主妇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了这两项 大家实际上 无论嘴上怎么抱怨 其实是心满意足的 普京对俄罗斯人民也了解的 所以像斯特列科夫这样的建议 把所有的男人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 送到工厂去 送到前线去 所有的物资管制起来 我们就能打赢乌克兰 普京是闭上耳朵 绝对不愿意听这种话 听了这种话 就等于是你在埃及 让面包涨价一样 肯定会发生社会和政治的严重风潮 政府的内部就会分裂 人民也会跟政府翻脸 只有斯特列科夫这样的边缘人才 会不负责任的提出这种话 普里戈金他本人也是搞市场经济的 所有的寡头军阀都是要搞市场经济的 同时寡头市场经济 权贵市场经济 政府分合同给你和政府给你特殊贷款 这本身就是奖励自己人和惩罚经济对手的手段 说法说是分区的计划都已经制定好了 哪个区域给日本投资 哪个区域给德国投资 哪个区域给丹麦 哪个区域给美国都分好了 普京也有他的一套 他不是搞西方的那种自由市场经济的 乌克兰打烂了 但是资源还在 比如说索莱达尔的盐矿 我需给了普里戈金 那就是说将来重建这个很能赚钱的盐矿 国家贷款要给普里戈金 比如说俄罗斯新寡头当中就有金银钻石公司的 咦只有你会卖钻石啊 别人都不会卖钻石 我也很想卖钻石 开赌场谁不会啊 搞旅游业谁不会啊 凭什么亨利集团能够开赌场搞旅游业 我不能自已投资开赌场搞企业 但是不行 你要到缅北去自己开赌场 或者是办旅游业成立一个旅游公司 你要是在比如说 在俄亥俄办一个旅游公司 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 你办了就办了呗 你要在缅北开个旅游公司 或者要在上海开个房地产公司 你先问问当地的军阀同意不同意 如果当地军阀不同意的话 当地就会有一些黑社会小鬼来砸了你的店 让你根本办不成的 人家魏董事长能够在缅北办房地产 办旅游办赌场 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有一帮打手 他本人就是当地的军阀系统出来的 有一帮打手 能够保证别人都办不成 所以你在俄罗斯 在中国都不是说是有些行业 比如说在中国 你要是开个饭店的话 你基本上是充分市场竞争 跟在美国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税费比较重 环境比较差 材料比较差以外 确实任何人下岗职工也可以去开的 但是你要是办房地产 或者是办石油或者开矿的话 你放些好了 不是官方权贵集团特许的自己人 你休想办得下去 在缅北要想开什么宝石矿之类的 或者像办赌场的这些特别能盈利行业 也就是当地军阀系统特许的人 其他人你休想办 你开饭店也许是可以随便开的 在俄罗斯也是这样的 普京答应给你 打赢了以后把盐矿给你 就是说将来重建的时候 国家银行滑滑滑的给你贷款 这笔贷款只给你不给别人 就凭这一点 别人也就开不成 只有你能开 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钻石矿 就是普京青睐的官二代 普京任命的一个奚落危机的官员 就为了奖励他 就让他儿子去办这个钻石公司 你以为别人不会卖钻石呀 那不重要 国家贷款只给他老人家 国家掌握着钻石矿只给他老人家 别人拿不到贷款 也拿不到开矿许可证 保证只有我们自己人 这就是我自己奖励功臣的一个手段 这些做法就是俄罗斯寡头的经济状态 就是瓦格纳替普京立下了血汗功劳 那么不用说 少依谷说的 把你的餐饮合同取消 普京就不肯听了 不但不取消 我还要在乌克兰赏给你更多的合同 让你有更多的巴财机会 如果一直是这样当然很好 但是任何政治集团内部 都有派系斗争 少依谷是一直看普利戈金不顺眼的 谢尔九科夫当国防部长的时候 国防部的合同哗哗哗地给 少依谷上台以后 就想办法给点小鞋了 但是只要普京还在宠爱普利戈金 他就只能做些这小动作给些小鞋 还不能够整体上把普利戈金怎么样 终于到了人力资源缺乏 像斯特列尔科夫提出的那种疯狂的 恢复斯大林时计划经济的全民动员手段 是普京所不能接受的 既然我们不能动员俄罗斯的劳动人口上前线 俄罗斯人民要想太太平庭的 俄罗斯人民不管你普京暗杀了多少人 不管你搞假选举 也不管你打乌克兰 只要圣彼得宝人和穆斯科人在超市里面 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到欧洲日本的商品 我们就愿意去拥护普京 但是如果你把我们的子弟派到前线去 给我们搞计划经济 我们就不见得拥护了 所以普京只能够把什么高加索的穆斯林 或者远东的蒙古人派去 不敢动圣彼得宝人 或者是穆斯科市民的一个毫毛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兵源不足了 乌克兰倒是肆无忌惮地实行了 总动员的政策 乌克兰宪兵守在边境里面 只要是个男人 马上就把他扔到军队里面去 只有女人能够出境 凡是男人经过边境的 统统给我送到军队里面去 所以乌克兰人口 其实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 但是动员出来的军队 居然比俄罗斯多 这就是1916年情况了 论人力资源 俄罗斯帝国的人口 是德意志帝国的三倍 但是德意志帝国实行科学的管制 全民吃配鸡土豆 配鸡肥皂 人造黄油 全国的男人 凡是没有进兵 工厂的都到了前线 结果德国的动员兵 竟然比俄罗斯的动员兵多 因为俄罗斯政府比较松散 比较前线胆 它的科学管理社会的能力比较差劲 大量的人口 没有办法进到工厂 或者是前线去 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不能够有充分的动员兵 那么我们必须有充分的雇佣兵 雇佣兵从哪里来 少依古是国防部长 他当然得想办法 普里戈金是宠臣 他也是有办法的 普里戈金的办法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A 俄罗斯的良民不愿意去死 但是监狱里的犯人 如果进了军队 就可以减刑 这个办法 当然不是他老人家发明的 在历史上被发明过很多次呢 包括我们亲爱的汉武帝 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小战争 大家能够承受得起 而且春秋时代 一个诸侯国也就是一个县那么大 大国也没有超过一个省的大小 承担封建兵役 向英国的自耕农 他们自备干粮自备弓箭 跟着英国国王到法国去打仗 这是办得到的 但是等到大一的帝国建立 汉国这么大 你从淮南征一批人 到匈奴边境去路上 就要走半年 自备干粮 就要让一般中等以下的家庭 完全破产 所以这时人民开始视军役为苦役 在管仲的时代 像在1789年的法国一样 平民阶级很羡慕军官 只有贵族才能当军官 平民阶级当中 有钱才能成为资产阶级 那像福尔泰说的那样 我可以花钱买一个军官 花了很多钱 才买到一个到前线去流血牺牲的机会 而贵族一直在前线流血牺牲 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就是像管仲的改革一样 允许平民阶级像贵族一样赢得军事荣耀 平民阶级出现了拿破仑 以及红与黑小说中的鱼连索雷尔 因此法国爆发出了极大战斗力 管仲的政策就差不多是拿破仑式的 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当兵 现在我允许平民当兵 于是齐国的战斗力一下子嗖嗖嗖的上去 称霸诸侯 其他人也纷纷这么干 结果到了长平之战的那个时代 就变成全民都当兵了 贵族的权力就衰落了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 在管仲的那个时代 还被看成是特殊荣誉 能够到前线去送死一般的平民做不到 只有特别有钱特别优秀的人 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背井离乡 到匈奴前线去打仗了 汉武帝用了什么办法 第一招募满足雇佣兵 岳其校位可以给我上 南越的部落酋长 你们在南越才挣多少钱啊 你们南越部落有那么几千人 男人多多少少都懂点武艺 最穷的人手里也有把斧头 你当这个酋长也没什么优水可言 也是没啥优水 哪像我当这个皇帝 有几千万顺民供我压榨 要什么有什么 我把我压榨得到的钱分一部分给你 保证比你当蛮族酋长的钱多 你们来给我当月其校位 我封你当月其校位 你离开自己的蛮族部落吧 你在这里能够得到很多洋里洋气的好东西 而且我给你的工资是你当蛮族部落酋长 几辈子都挣不到的 于是月其校位就来了 当然长水校位也来了 月其校位是南越的部落酋长 长水校位呢就是内亚的部落酋长 他们的战斗力跟匈奴是差不多的 有了这些雇佣兵 我们可以狠狠地跟匈奴打仗 而且不用像各郡国辛辛苦苦很费力地征兵了 当然这些兵还不够 所以最后就出现了奴兵 就是监狱里面的犯人 像张涵是在秦国快要亡的时候采取了紧急政策 但这不是秦国的制度 汉武帝就把这玩意儿当成了制度 他的做法就是普里戈金市的监狱里面的犯人 只要肯当兵还你自由 于是他又有了更多军队 但是这样做的短期效果很好 长期效果是很糟糕的 就是在管仲时代 使贵族当兵 老百姓为了当兵 就像在路易十六的时代 为了当兵 当了兵就等于是当了贵族 是愿意捣找钱的 军费不是个问题 等到囚犯都当兵的时候 那就像宋朝一样 贼配军 你当了兵 就等于是当了犯罪分子 很没面子的 有点体面的人都不愿意去 又危险 又要打仗 又会死 而且社会上的人看你还像是跟强盗土匪一样 这种制度 比如说在阿根廷也曾经发明过 就有判了刑的犯人 派到边远地区去当兵这样的规定 俄罗斯帝国也有 但是这样做的副作用就是 军队在社会上没有荣誉 军队不但不是贵族 反而变成了下等人 由下等人组成的军队 那么他对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忠心 只为了捞好处 随时都会滑遍和抢劫 战斗力自然也提不起来 忠诚和战斗力都会下降 普京也是病急乱投医 采取了这种汉武帝式的政策 普利哥金说 我有办法 兵源不是不足吗 把监狱开放给我 我马上给你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 去把巴赫木特打下来 普京说 OK 去吧 于是普利哥金就得到他的犯人 少依谷说 No 这样做是不好的 靠不住靠不住 普利哥金本人就是江湖人 他靠不住 他招的那些犯人更加靠不住 我有办法 我可以组织相怀军 请看 我们俄罗斯有很多寡头企业 石油公司是我们的官二代主持的 涅矿公司是由我们的寡头主持的 他们都是有特权的企业 是苏联时代 为了发展国家重点企业和科研企业 享有免除兵役的待遇 苏联时代的规矩就是 你本来是人人都要到莫斯科维亚基马 巴埃斯马 角肉机去跟德国人血拼的 但是如果你是国家工军科学家 正在给国家从事重要军火的研究的话 你当然不用去 你正在给国家开发新飞机的时候 你去了以后被打死了怎么办 国家太吃亏了 或者你正在非常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在北极为国家开采涅矿 涅矿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是军事需要的 当然你也不用去前线 这就需要有特殊政策 特殊职业者和高级科学人员 科技人员 他们本人和他们子弟都免兵役 后来这个特权越用越烂 在叶利辛时代和普京时代 寡头普遍拥有这种特权 当了寡头的布局 我们不用当兵去前线 当了国家的公民 你就必须当兵去前线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了 你在王谢豪门当了布局 你需要跟王谢豪门交一些地租 地租的水平可能会比国家税收更高一些 但是你待在家里面就行了 不用上前线 欠钱你要上前线 如果你是国家的公民 是国家户口里面 那你就要去上前线 两相算一下 我当王谢的家奴 比起当国家的富裕农民还要占便宜 于是大家都分分头靠去当王谢豪门的家奴 而不愿意当国家的农民和士兵了 于是就产生出来了黄白级问题 就是国家拥有的士兵和纳税的农民越来越少 豪门拥有的私人布局越来越多 拥有私人布局 就像曹操大将典威一样 我的布局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军队 我马上就可以当将军了 那魏晋南北朝的豪门把他们的布局武装起来 马上就是军队 这军队战斗力不一定比国家军队差 于是军阀主义立刻就抬头了 曹操孙权都是靠这样的军阀部队起家的 魏晋南北朝向刘豫销道成这样的军阀 随时随地可以依靠他们私人的布局发动政变 把皇帝赶下台 皇帝感叹说像汉武帝那样的好日子再也不能回来了 为什么 汉武帝时代大部分人口和士兵还掌握在皇帝手里面 而不是再掌握在豪门手里边 俄罗斯已经变成了寡头世界 所以少一谷就说 我们要用我们信的过得寡头 石油公司比如说是会议主教谢钦 Egor Seiken的人 他平时也是享有免兵役的待遇 现在国家有难怎能不回报国家 我们要让这些寡头 把他们的自己的职工训练起来 组织一支民兵 然后民兵当中战斗力比较弱的 我们就在后方当治安人员 战争力比较强的就组成形台特选兵团 跟普里戈金一样 普里戈金也不是所有人都到乌克兰去的 一部分人还在非洲 一部分还在圣彼得堡 特别精选的战士 训练特别好的战士到乌克兰 我们石油公司也组织石油公司民兵 也是老弱病残 在后方维持治安 特别精选的到前方去为国家分忧 地方上的寡头 各州的州长 各联邦区的联邦代表 当然也是普京自己人了 我们信得过的人 他们是受国恩 难道不该报答吗 比如说图拉州州长久明 莫斯科的索比亚宁 他们都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 他们难道不能在本州训练一支州兵吗 就像是曾国藩 难道不能在湖南老家训练乡军 李鸿章一个汉林士兽国恩 你不能到安徽老家去训练怀军吗 乡军怀军就得训练起来 训练起来以后 选派精锐 什么罗戈金带领沙皇之狼 SARS Wolves去前线 不要以为只有普利戈金能打 火炬 Faco Company 你也带着你的军团去前线 西伯利亚战斗队 Siberian Battalion给我上 乌奈尔兵团Euro Battalion给我上 各地乡怀军都给我上 普利戈金这个人包藏祸心 他对沙皇归根结底是不忠的 我们这些人才真正忠于沙皇的 我们也上去打一打 保证不比普利戈金差 普京说 很好 你们也给我上 我现在缺兵 而且我也不知道 你们提出了哪一种政策靠谱 普利戈金你带着你的贼配军上 少一谷你带着你的乡军怀军给我上 看看到了前线个人凭战绩 看看谁打得好 我就重用谁 2022年 普京的做法就这个样子 这样 莫斯科和圣里德堡的居民 仍然能够像在伊利钦时代一样 像在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以前一样 像2014年以前一样 很愉快地在超市里面 购买欧洲货物 好像战争从来没有爆发一样 普京能够像过去一样统治 经济部的经济学家 能够像过去一样搞市场经济 战争是贼配军的事情 和乡军怀军的事情 你们自己去打吧 当然 熟悉政治历史的人都知道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从长远看来 俄罗斯帝国一定会断送在 比如说隋朝末年王世充 他就是打开监狱 像图里戈金一样 用犯人来当兵 曾国藩 李鸿章 袁世凯搞的都是少一谷这一套 我们试授国恩 做了国家的官职 我们要到自己的乡下 继续练自己的乡兵团练 我们自己愁钱愁离金 自己养兵 不要国家的钱 国家也没有钱 替国家打仗 国家不给钱给政策 我们练出乡军以后 国家给我们一些官职 做就可以了 这就是少一谷的政策 王世充的私家军队 是普里戈金式军队 曾国藩 袁世凯私家军队 是乡军淮军式的军队 少一谷走的是曾国藩路线 普里戈金 走的是王世充路线 但这两个路线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军阀起来以后 皇帝早晚会被他们搞成傀儡的 王世充最后是窜了位了 曾国藩和李鸿章 虽然没有窜位 但他们的继承人 袁世凯 最终也是窜了位的 普京走上这条路 就等于是把俄罗斯帝国 交给军阀了 但是他也是饮鸩止渴 也是不得不这样 但是这样 两路军阀王世充和曾国藩 都到了前线 他们必然是谁都看不顺眼 少一谷的军阀 像是曾国藩一样 曾国藩是什么 自己人啊 大清皇上的大学士 李鸿章是大清皇上的汉林 袁世凯虽然没有什么学位 但是好歹 他叔祖袁甲三 是大清国的巡抚 从大清国的角度来讲 反正司军遍地走 张乐行也是个大乏 他领导碾军 请问 是洪秀全张乐行靠得住呢 还是曾国藩李鸿章靠得住啊 当然 曾国藩李鸿章靠得住了 曾国藩李鸿章 试授国恩 读的是圣贤书 信誓旦旦的 要保大清王朝 打下南京以后 他也愿意解散自己军队 真是难得的忠臣啊 虽然我们养不起他的军队 也培养不起他的军事干部 但是我们当然 宁愿要曾国潘当大学士 和两江总督 绝不愿意 让洪秀全到南京 去当什么红天王 绝不愿意 让张乐行到两淮去组织 他的什么盟会 对不对 我们自己反正都不行了 但是自己人当军阀 总比外人和敌对势力 当军阀好 从少依谷的角度来讲 我自己组织乡淮军 都是我们叶利钦 普京自己培养出来的自己人 自己人当军阀 难道不比普里戈金 这种贼配军要好啊 当然 是不是这样 还要看事实来证明 少依谷当然像杨国忠一样 安禄山不反 我也有办法逼你反 我整天向沙皇报告说是 我们的乡淮军 是忠心耿耿的 普里戈金的野路子 是靠不住的 但是沙皇 不一定会相信 但是就像安禄山一样 安禄山本来准备 在唐玄宗死以前不反 等唐玄宗死了以后再反的 但是也架不住杨国忠 整天给他穿小鞋 普里戈金果然架不住 他过不了多久 就开始抱怨起来了 少依谷和国防部 克扣他的炮弹 克扣这个克扣那个 我们在前线忠心耿耿 你给我克扣这个克扣那个 就像孙坚在前线那样 正在打着打着 袁树克扣他的军响 他愤怒地带着兵 去找袁树拼命 他说我们在前线完的是 我们的脑袋 你们在大后方 只给我们管点梁想 你们竟然连梁想 也不给我们管足 这还是忠心秦王的忠臣 应该干的事情吗 袁树一想 军阀惹不起 算了算了 你要梁想我就给了你了 普里戈金也觉得 普金肯定会 理想一点 把少依谷给我查办了 不理想一点 至少炮弹梁想要多给我一些了 但是双方之间起了矛盾 少依谷占了点便宜 他就在普京身边 所以他可以不断地说坏话 最后普里戈金走出最后一步 当然 大概也有几个 可以继承皇位的大哥 跟他同盟 国防部 罗斯托夫方面军的司令部 也肯定有自己的同盟者 他就起兵清军策了 一旦清军策 那就等于是 证实了少依谷说的话 你看我们曾国藩袁世凯 是大清皇帝自己人 他们不会造大清皇帝的反的 普里戈金 他不是自己人 他是江湖人的野鹿子 就像是养了一匹野狼一样 你不能指望他长大以后 继续给你做狗的 这个人是要除掉的 这时 卢卡申科出来调解一下 大家临时解决一下 但是临时解决一下 就像把侯景崩到受养一样 对梁武帝来说 一点都不安全 梁武帝肯定要想办法 A 让侯景的部下半朝宝 入戴定 拿着朝廷的钱 去暗杀侯景 普京就想让普里戈金的手下 特罗舍夫 Andre Troshev 去接管普里戈金的军队 他也想像蒋介石 对待张学良和李宗人一样 希望军阀领袖 像阎西山一样 出国考察 放弃你的军队 然后我从阎西山的部下中选一个 比如说 商镇 虚永昌这样的军官 来接管阎西山的军队 这样 进军军阀割据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如果普里戈金肯退休到国外去 把军队交给特罗舍夫 当然 进军何也不是铁板一块 商镇 虚永昌 就是在进军当中 比较接近蒋介石的人 如果让虚永昌和商镇接管了进军 阎西山自己下台的话 蒋介石虽然没有完全消灭 进军的军阀势力 但是至少可以放心一半 如果特罗舍夫接管了瓦格纳 特罗舍夫就是瓦格纳集团当中 比较亲近普京的人 比较亲近普京的人 而普里戈金自己下台的话 普京也可以放心一半 但是普里戈金他当然害怕 就像是布林肯和拜登都警告过的那样 你这样清军策清了一半以后就讲和 普京下一步肯定要暗杀你 他以前暗杀过多少人呀 他觉得他只有牢牢掌握军权才有安全 所以他就跑到军营里面去住着 绝对不肯放放弃军权 而且他打电报给普京说 这个电报就是典型的军阀手段了 军阀抗拒朝廷最典型的手段就是 比如像岳飞手下那样 我的部下只接受岳飞的军令 不接受朝廷的命令 朝廷怕的是这个 他表示说我手下的军官只接受我的领导 其他人都不接受 而且我的军官是团结一心的 一个异议分子也没有 这样一来 普京除了暗杀他也就没有别的手段了 同时 蒋介石肯定在禁军内部 在冯玉祥部队内部 在刘湘部队 在李宗仁部队里面 也安插了自己的特务的 他是特务出身 不会不搞这套的 尽管普里哥金肯定是有所防范 但是普里哥金的前半生 跟普京是合作愉快的 所以他的部下内部 不可能没有普京安插的人 也不可能没有倾向普京的人 他最重要的是 作为一个跟朝廷有了裂痕的军阀 最重要是要清理内部 然后他带着他的嫡系部队到非洲去走了一圈 同时放出谣言来说 白罗斯太穷了 养不起他 俄罗斯又要取消了他的一些合同 现在他离开俄罗斯 少衣谷就可以充分地给他穿小鞋了 现在他开始缺钱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也是典型的军阀手段 闹响 张献忠古城叛乱就是 我虽然投靠了朝廷 但是朝廷不给我军饷 金臣把持了皇帝不给我军饷 我只有再次叛变 这就是再次叛变的舆论准备了 莫吉料夫 白罗斯离莫斯科 可要比乌克兰和罗斯托夫要近得多 他如果再叛变一次的话 这一次打进莫斯科只需要半天时间哦 他现在已经开始造舆论说 白罗斯养不起他 白罗斯太穷了 卢卡申科养不起他 这是什么意思 俄罗斯不肯给他钱了 白罗斯养不起他 那就只有两个答案 第一 我在非洲搞钱 顺便招一些黑人士兵来 他到非洲去 就跟中非共和国 跟苏丹军阀很愉快地谈了一些以后 带着一些苏丹金条回来 很明显是搞到一些钱 很可能还搞到了一些兵 既然你不养我不给钱给政策 老子自己养自己 还有什么问题 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借口 白罗斯对我们不好 不给我钱 我他妈的干脆直接接管了 寿阳城的政权 把白罗斯政权接管下来 然后再一次秦王 又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和卢卡申科都坐不住了 军阀的动作 大家都是知道的 岳飞为什么会死 因为他的部下 囤积了一大批酒茶说是 朝廷养不起我们 朝廷统一财政 就是让我们挨饿 我们自己去卖一些酒和茶 好不容易养一养自己吧 同时 他的军官在襄阳表示 我们只接受岳飞的领导 不接受朝廷的领导 他妈的 从朝廷的角度来讲 你是要搞魏晋南北朝呢 还是要搞五代十国 我们赵光印赵皇帝 陈桥兵变当了皇帝 南朝健康的皇帝 平息不了襄阳的兵变 就让萧衍 502-549当了皇帝 你他妈的占据了 襄阳和武昌的上游 随时可以顺流而下 你的军官自己挣钱 不肯把财权交给秦相 而秦相的基本政策就是 不能像过去军兴时期 刚好那时候张俊 在四川卖茶叶什么什么的 自己想办法再挣钱 现在我们要统一财政 不能让军阀自己搞 这样才能够重新 背九世兵权 你跟国家政策对着干呀 你的军官还除了岳飞以外 谁也不听领导 不行 我们如果不赶紧做掉你 你他妈的 就是下一个硝烟 下一个朱泉忠 852-912 所以岳飞就非死不可了 普京也处在这种状态 你的军官只听普里戈金的 不听我们的 而且你自己搞了钱 还说我们给你的钱不够 那是什么意思 你从非洲搞了钱以后 下一步就要直接到莫斯科 来自己拿钱了 是不是 我们不先下手为强 是不行的 而普里戈金搞这些动作 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最起码 他想要重新整合一下 他的队伍 把过去的亲俄派人士 搞出去 然后制造出一个像侯警 在兽阳敲山正虎 皇上如果封我做河南王 再给我一大笔钱 说不定我会饶了你 如果不给我的话 我下一步在俄罗斯政坛内部 找一些亲近我的亲王 向肖正德 -549 那样的人在搞点事情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于是就在这个时候 空难发生了 就相当于是梁武帝派出的 范朝宝 住戴定在关键时刻刺杀了侯警一样 没有侯警 亮来你们就不敢再造反了吧 然后下一步是怎么样 就要看普里戈金自己整合的怎么样了 对于普京来说 他当然也不是傻瓜 我杀一个流亡伦敦的知识分子 让他闭嘴 或者杀一个流亡伦敦的大企业家 让他不要在俄罗斯组织一个反对我的党派 都比较好说 他们没有武力 普里戈金手下是有武力的 这是不好办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手头已经没有嫡系部队了 嫡系部队在乌克兰快要打完了 我现在没有了瓦格纳 我只能依靠罗戈金 带着他的沙皇之郎去秦王 邵一谷带着他的各路襄怀军 普里戈金前脚刚走 邵一谷就立刻派了三支襄怀军到乌克兰去 然后罗戈金又自费秦王 带着他的沙皇之郎到了前线 把前线的洞填起来 没有襄怀军大清皇帝已经没有办法了 普京也是没有办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 权衡利弊还是杀了吧 不杀普里戈金的危险很大 杀了 最坏的情况下 换一个跟普里戈金一样危险的人 但是资历不如普里戈金 对自己的军阀系统人的控制能力 也不如普里戈金 多少是有点进步吧 说不定运气比较好呢 是不是 运气比较好的情况下 会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普里戈金死了以后 我们可以让亲近我们的特罗舍夫上去 接管普里戈金的部队 这样普里戈金对我们就没有威胁了 或者至少像蒋介石对付张学良那样 我们自己信任人的 没有办法接管东北军 但是东北军在张学良走了 王以哲死了以后会四分五裂 有些人觉得 现在的领导是蒋介石扶植的人 我们信不过他 有些人觉得 现在的领导是叛乱分子派出来的人 接近共产党 我们信不过他 个人拉起山头 东北军分裂成几个山头 对蒋介石就没有威胁了 所以普京暗杀了瓦格纳 下一步肯定就是继续 他早已经开始的做法 分裂 最好是让特罗舍夫去接管了瓦格纳 或者让其他我信得过的人 接管了瓦格纳 这样瓦格纳的威胁就不存在了 实在不行 敌对我的人接管了瓦格拉 我们至少也可以指望瓦格拉四分五裂 像东北军在张学良被扣留以后一样 自己就垮台 再也没办法进攻我们 所以这就是在考验普里戈金 平时是不是治军有方了 如果他把他的军阀集团建设得很好的话 那么建设得很好的军阀集团 就要像是阎西山和李宗仁那样 哪怕是我自己下了台 跑到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去了 我手下的军官还是指认我不认谁的 组织的比较不好的军阀集团 领导人一旦跑了或者死了 马上就四分五裂了 至于普里戈金 有没有把他的军阀集团搞得很好 现在我没有证据也不好说 接下来过上几个月 我们就可看出 瓦格拉有没有四分五裂 按说的话 普京想要完全接管瓦格拉非常困难 因为瓦格拉有一部分是叙利亚人 或者是非洲人 他们确实只知道有普里戈金 而不知道有普京的 如果瓦格拉四分五裂在白罗斯垮台了 那么他在中东和非洲的那一部分 可能就会在地化变成本地军阀了 如果瓦格拉能够团结成一个集团 那么白罗斯确实是正如普里戈金斯以前说的那样 没有足够的钱来养他们 也没有足够的军队控制他们 封锁边境是根本没有用处的 你那些文职人员碰上战兵的话 很容易被打散的 那么俄罗斯的事情就麻烦了 军阀混战就要在普里戈金斯以后开始了 好 谢谢阿姨这段精彩的分析 那第二个问题 关于习近平呢 他现在备战的座位啊 给人感觉一种似乎是有点像躺平悠闲 又有点像是跟改革开放集团相爱相杀 互相牵制 导致于是既不能搞劳动军 上山下乡来强制备战 又没办法让改革开放集团 恢复它的全球化的大家一起发大财的体系 以您的观察 您觉得这两个集团到最后 他们到底会把匪区的经济跟备战 大概拖向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刘 我想这里面的关键就是 历史发展是不由人的 尽管中国跟苏联不同 共产党没有倒台 普京就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习近平还是共产党员 而普京只要俄罗斯帝国不要共产党 而习近平是既要中华帝国又要共产党 这他们的根本不同 但是在90年代 双方都在加入全球化体系 按照全球化体系的需要搞改革开放 双方的很多措施是同步的 所以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 这个同样结果就是 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 其实都已经诸罗斯化和诸夏化了很大一部分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以同样的方式管制了 高加索的军阀和远东的图瓦这些军阀 他们自己的地方很穷 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俄罗斯 邵伊古和卡德罗夫 把自己的军队交给普京去打仗 捞去好处是合理的 他们搞市场经济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你能想象 比如说青海搞市场经济能发财吗 上海搞市场经济能发财 深圳搞市场经济能发财 因为他们的货物能够卖到美国欧洲去啊 圣彼得堡搞市场经济 当然是能发财的 但是图瓦搞市场经济 实在是没什么好处 所以诸罗斯的分化已经出现了 普京是不敢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搞战时体制的 只能够在图瓦和高加索 搞军阀体制 所以斯特列科夫提出的那种 战时体制总动员的做法他做不到 乌克兰反倒能做到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小的民族国家 全国的情况比较一致 虽然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亚素营诸如此类的自由军团 这种军阀化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就是这样 实际上比如说满洲这一块 跟中原这一块 跟吴越这一块 和西南 广西云南贵州 四川湖南这一块 就是我说的赞米亚地区 这一块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路径各不相同 已经没有办法进行统一的总动员 就像是斯特列科夫所说的那样 你要像斯大林一样 把莫斯科的科学家都送往前线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莫斯科无法动员 例如在典型的两个三角洲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就靠两个三角洲 长三角和珠三角 那么它是产生出了一个 在改革开放干部体系以外的财大气粗的民间资本家的阶级 这些民间资本家阶级 有一部分是就资产阶级后裔 甚至有一部分是在1949年被共产党抄了家以后逃到美国去 然后又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回来投资 或者是逃到香港去 以香港人的身份回来投资的 还有一部分是在本地 因为共产党在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 比如说在山东解放区 就基本上没有资本家 只有地主 而地主差不多被他们全家杀光 连小孩都不放过 但是在江南或者在四川这些地方 一般来说地主和资本家不一定被杀光 有很多只是被打倒了 而且即使被杀了一部分 基本上子女都保全了 他们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还比较丰富 在改革开放时 他们往往会变成新资本家 还有一部分就是平民 虽然是平民跟哪一方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抓住机会变成了新资本家 他们跟过去的体制也没有关系 跟干部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无论是南下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 对这个已经出现的民间社会 是可以炸油的 是可以挤奶的 但是他们已经不是自己组织关系内部的人了 对赞米亚的深处 就像是高地那些地方 还有一些过去的部落 像宜族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过去的黑仪 就是宜族的贵族阶级 没有被斩尽杀绝 共产党派去的搞土改的干部 和解放的贫下中农 就是所谓的白仪 在改革开放时期 已经维持不住统治 不断爆发冲突 所以中央和国家民宗委下了很多文件 在有的地方甚至下令把土改产生出来的贫下中农干部 全部撤出宜族地区 而黑仪贵族 有很多参加了滇缅边境的各种走私贸易 甚至毒品贸易 自己已经财大气粗 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族组织 这种情况就已经是一个准军阀系统 而中原地区 比如说河南安徽地区 就像前几年 那时候我还在武汉的时候 出的那本调查报告 中线干部那样 大部分权力还掌握在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大学生 和土改产生出来的贫下中农干部 大字都不识几个 中专生就算是最高学历的那种人 而他们拉帮结派 占据了官场的最高职位 在改革开放时期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高考 因此包含了一些平民子弟 和就资产阶级子弟的改革开放干部 反而被他们押住了 比如说在吴越和南越 那肯定是江泽民时代以来 一直是高学历的改革开放干部主持工作 他们比较熟悉西方那一套会搞市场经济 而在河南这一带 还是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期 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 和贫下中农干部 在当前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新大学生 反而被他们押住 掌握不了重要权力 而整个社会上完全产生 不出一个搞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家 但是上级还是给你下了GDP任务 而你的GDP增长不了 你在官场也升迁不了 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机关自己做生意 没有什么民间资本家 旧的地主资本家都被我们杀光了 新的新人无法产生 新的大学生呢 领导自己就是贫下中农干部 压着这些大学生 他们也发展不了 同时大学生也不见得会搞市场经济 办法是什么样的 机关自己办公司 比如说公安局办一个沙场 沙场是建材所需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一个投资是什么 盖房子搞房地产 搞房地产需要什么呢 水泥沙石之类的都是低技术的产业 同时能容纳很多就业 一下就解决了张献忠问题 还产生很多GDP 大家都在拼命修房子卖房子 但是比如说在湖南 像周本顺1953 打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湖南的沙场 四川情况也是这样 比如说自中 内江的沙场是出黑社会的地方 公安局很难控制它 他们搞出来的黑社会 有的时候还会围攻政府 因此政府要把他们打成黑社会 但是打了一波黑社会以后 又是下一波黑社会 但是在河南就是公安局 就自己开沙场了 同样其他的政府部门 某某机关负责去开养牛公司 某某机关去负责开农血公司 所有的市场经济单位 都是机关自己开的 如果不是这样 GDP起不来 但是机关自己做生意 他的做法还是跟机关一样 他只在乎报表 他并不能真正赚钱 于是就像是1960年的情况一样 1960年为什么会饿死人 大家都上报 我们这里亩产八千斤 什么毛主席要生你的官了 这怎么能够容忍呢 我报一个 我这里母产一万斤 什么 他母产一万斤 那是他要升官 不行 我母产一万五千斤 领导一看 哇 你母产都一万五千斤了 那么交八千斤给我们 你们还是可以敞开来吃 也不会饿对不对 赶紧交八千斤给我们 但是实际产量连三千斤都不到 于是你就自然要饿死人了 照中线干部的说法 河南的干部搞市场经济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在本地搞现代化木须业 某某机关去搞木须业 每一家农户都养了五百头牛 上级领导拍拍手说 好啊好啊好啊 我们河南也是经济大省了 我们河南的GDP跟四川一样大 眼看就要赶上山东和广东了 我们可以升官了 但是实际上 这些数据全是虚的 1960年河南人民根本没有生产出 亩产万斤的粮食 2005年的河南农民 也根本就没有一家养出五百头牛来 这些牛停留在纸面上 只供干部升官用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有一万五千斤粮 他真的派征粮队去征收 这一万五千斤粮食去了 于是大家就饿死了 现在江泽民同志领导的中央 看到河南农民一人都养了五百头牛 GDP上来了以后就真的给你升了官 而且并没有让你把这些牛上交 于是大家还可以继续骗下去 就是所谓的河南市场经济 河南完全没有产生像样的民营资本家阶级 满洲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 满洲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已经快要维持不下去了 很多人下岗但是还依靠五百块钱的维持费勉勉强强度日 能够上岗的拿三千块钱的工资穷光蛋一样度日 武汉也是个国有企业特别多的地方 参与的国有企业跟满洲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社会上的人是宁可外流到 要么就是外流到长三角珠三角去打工 也不愿意在本地办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势力太大了 而且官场的关系网都是在国有企业一边 民营企业根本起不来 但是不办民营企业 也不到长三角珠三角打工 还有另一条路走 就地组织黑社会 我们就地组织黑社会 理论上讲我老人家是 比如说叫做红源超市连锁店的老板 但是实际上就跟我刚才描绘的那种监狱里面 出来的牛爷爷式的江湖企业家一样 我的办法就是把当地的街面霸占了 让所有人给我交保护费 当然我的企业也可以叫别的 但实际上我很可能像是侯赛因诺夫 在阿塞拜疆那样 我真实的业务是走私酒精 于是满洲变成一个奄奄一息的国企 和变得开花的黑社会 共同统治的地方 像沈阳市市长这些人 都变成黑社会的人 最后被打黑打掉了 好吧 另外还有很多特殊情况 比如说闪甘 闪甘情况我不了解 青海的情况我不了解 大体上讲 算大块的话 那就是满洲 国有启事业跟黑帮黑社会共治 长三角和珠三角 南下干部 改革开放干部 和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民营企业家共治 在米亚地区 四川湖南云南 广西贵州这些地方 那就是黑帮企业家 角途三窟 在缅甸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在香港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在本地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如果本地被打黑除恶 他就跑到香港去 或者跑到缅甸去 避一下风头 然后再回来 只有在特别严重的情况 他才会被打掉 在正常的情况下 黑帮经济跟 这些地方的国有经济 只有一些军工企业 完全不像是满洲那样 覆盖的很彻底 跟薄熙来 或者是习近平的官方 共同统治 同时 社会上 还有大量的闲散人口 他们 至少中原人口 就是像刚才那样 所谓的改革开放经济 跟1960年的 人民公社 母产万金那样 纯属虚构 在官府之外 只有赤贫的贫下 中农编户齐民 连像样的黑社会 都组织不起来 但是有全能神教这样 相当于弥赛亚宗教的 邪教组织 在江湖上到处传播 满洲 中原 长三角 和珠三角 在弥亚地区 实际上已经不能够 用同样的方式 进行动员了 长三角和珠三角 吴越和南越的 改革开放干部 还有一定的势力 至少在官方 还没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前 他们还要用各种手段 招商引资 给自己多捞一点钱 同时他们 也并不像我认为 局势就是像现在这样 他们以为习近平 也许只是多要一点钱 勒一勒裤带 多给他一些好处 将来我们还可以过好日子 他们也不会像我这样认为 美国和西方国家 调整全球化 势在必行 他们心想 我们吴越和南越人 很会开工厂 很会卖便宜货 将来等川普下台 或者拜登下台以后 全球化的日子还会回来 美联储还会降息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卖货 现在也就是失去点钱免灾 反正我们没有枪 我们给美国人上一点功 给习近平上一点功 将来我们还有赚钱日子 他们目前打的 还是这样的主意 好吧 这几个地区 那就像是卡德罗夫的高加索 少一谷的图瓦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一样 没有办法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动员 在没有办法按同样的方式来动员的情况之下 同时习近平自己的做法也是 他以前整军这么多年 结果现在还是出毛病 为什么呢 因为整军整这么多年 全靠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能够顺利进行 大笔的金钱能够顶得上来 但是现在不仅地方政府已经发不起工资 军费虽然保障程度比较高 但是毕竟是依靠同一个裁员 在大基建已经基本停摆 房子已经卖不出去 央行能够筹得出来的兜底费用 不到各地方政府制造的亏空的1%的情况之下 军队要想像过去那样 用钱再摆平一切矛盾也很困难 所以他必须抓大放小 抓住很多重点的事情 他的问题就是他嫡系的部队还是不够多 像熊安就是个很大的证据 有很多人说熊安又烂尾了 但其实没有 烂尾烂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突然又跳出来说是 北京的100万干部赶紧搬到熊安去 大家还是不敢跟他对抗 乖乖地搬去了对不对 广大干部采取的是软办法 阳风阴违的办法 但是正面对抗还是不敢的 而习近平要办事情太多 他有好几个月已经忘了熊安的存在 再办其他事情 但是他并没有改变熊安的主意 所以等他抓起来的时候 北京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去熊安 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习近平暂时太忙 管不了你的时候 当然改革开放干部 还是想办法给自己捞些钱的 但事实上他管过来的时候 很可能像熊安一样 你还是扭不过他 当然有这样的广大的干部群众 在这里给你阳风阴违 吴越和南越的干部的阳风阴违 就是发财 这还比较好办 赞米亚的干部 比如说广西云南的干部 老实说他们平常的时候 就在跟缅甸越南走私集团 从缅甸越南走私了很多大米来 我们要注意 其实中国的粮食数据也是很多 是伪造出来的 大米不缺很大程度 是因为越南和缅甸的廉价大米 被边境走私集团走私进来 而云南广西的干部 其实在这方面是广泛参与了的 跟缅北的军阀一样 同时 还有大量的匪军的退伍士兵 被缅甸军阀招去当兵的 还有一些兵工厂的退休的老技术工人 就在缅甸边境的土兵工厂 给他们生产枪支弹药 贵州和广西的地下枪行业 也是相当发达的 像四川的黑帮 基本上都是用贵州广西运来的枪支 本地的地下兵工厂就不发达 而河南根本没有什么地下兵工厂 这里黑帮基本上都是公安局主办的黑帮 也持有棍棒 穿上黑衣服拿起棍棒来 一般的编户其民 还有一般的干部都要下破弹 这些不同的黑帮 基本上就是准军阀势力的雏形了 像云南边境的走私黑帮 有些人用的干脆就是美国武器 比瓦邦军或者是国杆军阀那些枪肠里面 仿制出来的苏联武器和中国武器战斗力更强 只是他们人数还不多 但是小军阀林立的局面已经形成 习近平对这些事情大概是不知道的 他知道的大概就像雄安一样 哎呀哎呀 就是我最辛苦 我给你们下了指示 但是很多干部不好好干嘛 我在管别的事情的时候 去管火箭军的时候把雄安放下来 你们就拖拖拉拉 我得回去以后再催促你们 你们才能快起来 所以按照这个节奏来讲的话 有很大的可能性到2025年 他像普京一样 普京不要共产党 也不要计划经济 而习近平是愿意要战时体制的 但是他跟普京一样 就是社会形势 不允许他重建战时体制 普京是主动的 根本就跟自由派寡头合作的很好 不愿意要战时体制 宁愿接受军阀体制 而习近平很可能 是他不愿像普京那样 废掉共产党 也不想要战时体制 他想保存共产党 也想恢复战时体制 但是他打黑也好 还是搞雄安也好 还是搞扩大 军工生产也好 都搞得上气不接下气 手下缺少忠心耿耿的嫡系干部 结果等到2025年 多半是还像现在的雄安一样 什么事情都搞到一半 搞成烂尾状态 但是中央领导并不放弃 他想的只是再加一把劲就干成了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我刚才描绘的这种状态 他可能是跟普京不一样 他真想干成 但是他亲自抓的打黑除恶 这跟他主持军改不一样 军改全都是扬起来的 人民解放军是改得动的 打黑除恶主要涉及的 比如像赞米亚及湘西这些地区 周本顺奉中央的命令去打黑除恶 但是中央只有命令没有支援 当年毛泽东搞土改的时候 可是带着满洲大炮去的 当地的吐司武装和地主武装 是怎么也打不赢满洲大炮的 于是把他们统统抓出来 该枪壁的枪壁 该流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就流放到新疆 流放到黑龙江 就流放到黑龙江 就能够把湘西地方搞定 现在周本顺跑过去 TMD只有中央一纸命令 什么资源都没有 中央还要他非得完成任务不可 他能怎么干 他只能在当地黑帮中间找几个 就像公案小说敌人节 敌公案一样 敌公或者是包公 住 待定 或者其他的朝廷官员 到地方上第一件事是什么 收买几个中干义胆江湖好汉 当自己的随身干办 因为没有这些人 你走不动 没有江湖好汉 朝廷又不能给你派官兵出来 你玩什么玩 他就在当地黑帮中 找了一个可靠的有小弟的人 让他当公安局的副局长 然后他们通力合作 打了很多黑社会 然后过不了多久 他打了黑社会立了功 被朝廷也就是中央升了官以后 过了还不到五六年 他自己也变成黑社会了 连同他培养这个新公安局副局长 一起进了监狱 朝廷说中央说 周本顺自己就是黑社会 他任命这个新公安局副局长 也是黑社会 连你一起打掉 那么湘西的黑社会情况 有好转吗 没有 实际上他只是用用一批周本顺信的过的 周本顺说是忠诚的黑社会 打掉那些江湖人的黑社会 然后周本顺自己连同他自己说是忠诚的黑社会 又被习近平说成是自己就是黑社会给打掉了 然后留下的空间是什么 还不是另一批黑社会 也就是把黑社会换了一茬而已 就我所知道的 内疆从九十年代以来 号称匪都 情况也就是这样的 打黑打了好几轮 也就是把周本顺这样的 被朝廷收编的拥有官职的黑社会给打掉了 然后换上的也是一批新黑社会 朝廷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对当地进行整肃 这样的地方在将来 无论是新的黑社会 还是旧的黑社会 还是从缅北或者香港回来的黑社会 还是在本地的黑社会 还是在拥有政协委员头衔人大代表头衔的黑社会 反正将来这些黑社会是会变成军阀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实行动员的话 这些人也可能会派一些自己的人马 去当后备军或者是当国军 但是已经不可能恢复毛泽东时代 甚至不可能恢复林彪在70年代那种整齐的指挥体系了 所以习近平无论自己主观愿望如何 他建立起的战时体制会像普京现在俄罗斯军队一样千疮百孔 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会根本逃避不进入战时体制为了自身利益 有一部分人口理论上变成了国军 但是实际上仍然有浓厚的军阀性质 还有一部分地区 特别是赞米亚地区 有相当一部分有战斗力的人口 无法进入国军 只能以民兵或者治安人员形式存在 甚至干脆以黑社会形式存在 会变成将来的军阀 不可能把中国现在的GDP和工业生产能力完全转入战时经济状态 中国军队注定会像今天的俄罗斯军队一样缺乏炮弹和各种物资 我们要注意 伊朗和朝鲜都能够向俄罗斯供应炮弹 但是中国不能 中国现在在搞军事演习的时候 海军炮弹都要按照各位数来计算 难道中国军队的需要比正在打的俄罗斯军队要少吗 习近平却连炮弹生产也组织不起来 将来的情况也许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不可能像是1948年那样 上千万的炮弹说生产就说出生产出来了 太行山或者是苏北或者郊东各县 县县盖出土兵工厂来 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当时这种状态的存在 使郊玉路市的干部还能存在 同时满洲的资源还能够支援 现在没有满洲和苏联资源在上面支持 同时底层的干部也没有像郊玉路时代那样 整齐华裔的体系的干部 干部队伍自身就是四分五裂的 只是在形势上还忠于习近平 所以局势基本就是这样 有七成的可能性 到2025年的时候 战时体制仍然像现在的雄安一样七零八落 只是现在的解放军会扩大一些 物质资源会更多一些 会比现在更强一些 但是强不到把全国资源全部投入战争这种地步 把全国资源全部投入战争的社会形式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要硬做的话 普京对卡德罗夫和少依谷都是不敢硬做的 只会使军阀混战的局势提前爆发 好的 非常感谢阿姨这番的剖析 那我了解就是说 习近平这么多年来 虽然辛辛苦苦的 想要梦回到他祖辈毛泽东那时候 全国一体化军工生产的时代 只可惜到了今天 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时候 他即使现在铲除掉了一帮拖他后腿的改革开放干部 那换上来的还是这些改革开放时期以后 考上大学的这些改革开放干部 所以怎么做那都会形成互相牵制 那今天他这种不上不下的 什么雄安 还有很多什么像这种军民融合这些 产生这种给我们感觉经常是烂尾 或者是甚至到最后底下干部直接躺平这种状况 我们大概就有一点了解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阿姨的时间 那今天占有阿姨满长时间了 非常谢谢阿姨